今年美洲感染登革熱的病例近千萬宗創歷史新高 而中美洲的紅刀拉斯也宣布進入登革熱緊急狀態 本港就有人道救援組織軟婦當地協助應付登革熱疫情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距離香港1萬5千多公里的紅刀拉斯面積大約11萬平方公里 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而當地今年頭23個星期就錄得超過3萬4千宗登革熱病例 比去年同期增加超過5倍 而本港的共享基金會在今個月中到當地捐贈預防登革熱的物資 並且與紅刀拉斯衛生部簽署合作備忘錄協助抗疫 這裏是紅刀拉斯 與危地馬拉薩爾雅多相連 是中美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大約有1千萬人口近半生活在貧窮線下 但除了面對貧窮 現在這個國家還在面對嚴峻的登革熱疫情 Devina的孫 Jacob因為感染登革熱 出現流鼻血等症狀入院 Devina說雖然她有聽過登革熱 但一開始都沒有意識到原來孫已經受感染 登革熱病毒常見於 全球熱帶及亞熱帶氣候區域 由埃及移蚊和白民移蚊傳播 紅刀拉斯有大約四成人口生活在農村之中 部分人的住所附近都有河流 衛生環境惡劣 隨著夏季炎熱多雨 容易積水之生蚊蟲 Devina的家也不例外 現在這間醫院已經有三十幾個登革熱病人留醫 當中有大約二十個都是小朋友 截至六月中已經有十三宗死亡病例 醫院院長說很多病人一開始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感染登革熱 根據梵美衛生組織數字 紅刀拉斯在今年頭二十三個星期 已經錄得超過三萬四千宗登革熱病例 比去年同期增加超過五倍 隨著病例急增 紅刀拉斯更加在六月宣布進入 登革熱緊急狀態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在2018年成立共享基金會 過去多次去一帶一路 完善國家提供醫療和公共衛生援助 六月中 他帶團到訪紅到拉斯的醫院 視察登革熱疫情 並捐贈防溫物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字 2023年全球八十多個國家 一共報告五百多萬宗登革熱病例 當中近八成病例 即是410萬宗病例 都是來自美洲區域 紅刀拉斯是一個中美洲國家 而在那麼多中美洲國家當中 紅刀拉斯今年的登革熱爆發的情況 是十分嚴重的 最嚴重的登革熱疫情的嚴重程度 僅持於巴西 而登革熱疫情的問題 不是死亡率高低的問題 而是由於人數眾多 令到其他有需要 得到醫護照顧的病人 不能夠及時得到照顧 退休公務員林耀禮 是共享基金會的義工 這一天為當地的醫護人員 講解點用滅蚊燈 蚊像 登革熱快速測市包等捐贈物資 我們由香港 首先飛去墨西哥已經16小時了 然後就由墨西哥再飛去巴拿馬 又用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又在巴拿馬再飛來紅刀拉斯 今天都需要了幾小時 但是我覺得都是值得可以給到的資源 但是確實是幫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這次是林耀禮第一次參與這類義工服務 認為社會未來也都需要關注更多 我們看到他們的環境確實是 不是那麼理想的 如果是說 你看到周圍 因為這個天氣又會 一時下雨 一時會好天 有地方又會容易積水 就是滋生蚊蟲 也都看到他們當地的居民 對於防蚊這個意識 或者一個知識 他們確實是缺乏的 而且現在流行病 交通這麼發達 其實是很容易周圍傳播的 今天在這裏發生 翌日就會在其他地方發生 世衛說全球有近一半人口 面臨登革熱感染風險 隨著氣候變化 估計病例還會繼續增加 建議美洲會員國保持高度警惕 2019年 紅刀拉斯也曾經出現登革熱爆發 當時病例超過13萬宗 一共有180名病人死亡 本身是醫生的陳英營說 在探訪時 都了解到很多居民 其實都知道有登革熱的存在 但都不懂得怎樣防範 當地政府也缺乏教育和資源 因為是沒有藥物醫治的疾病 唯一可以減低供應醫療系統 可以少一點壓力 就唯有防範 醫道的居民是有聽過登革熱 但從來都不知道 怎樣可以自己減低風險 因為他們差不多接受了登革熱 社區上 醫院是一定有這樣的認知的 他們是沒有資源 但他們本身工作的範圍 他們未必會出去社區上說 以及在政府的範圍裡 也很少提及怎樣防範登革熱 登革熱分四種血清型 初次感染任何一個型號 患者通常病徵較輕微 會發燒、頭痛等等 補完之後身體會對那種 血清型登革熱 產生免疫抗體 但如果之後感染另一種血清型登革熱 就可以導致重症登革熱 而在洪多拉斯 就有齊四種血清型登革熱 登革熱的病情 和它的型號很有關 如果一向曾經感染病人 是某個型號 但這次如果是種另外一種型號 他們有重症的病的機會很高 年輕的小朋友 其實咬的病例 他們的問題就是 第一次感染 但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 未完全成熟 感染入院的機會高一點 根本的供應系統 是沒有辦法承擔到 這個醫療的需要 為了協助當地加強防控工作 6月17日 共享基金會 和洪多拉斯衛生部 簽署合作備忘錄 未來兩年 共享基金會 會向洪多拉斯 捐贈市值2,800萬的物資 包括25萬套快速檢測包 10萬頂蚊帳 1萬2千個滅蚊燈 30萬卷滅營紙 和大量宣傳教育材料 並派出工作人員 同意公道當地 但現在洪多拉斯 仍缺乏完善的疫情通報系統 共享基金會說 未來將會協助當局 提升登革熱感染控制和監測能力 防控的工作 是很依賴數據的 以及對整個疫情的變化 一個比較立體的全面形式 從而可以讓 它中央的衛生部門 可以調配資源 調配人手 調配病人 我們現在構思的 和洪多拉斯衛生部 一起構思的 那套電腦系統 能夠為它中央的衛生部門提供 全面及時的 準確的數據 最重要是及時的 對情況的形式 因此 可以比較集中力量 因為它其實是一場仗 投號敵人就是蚊 沒有蚊就沒有登革熱 就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時事當面看 今集時間夠了 再見